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編西底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胡壽山農場的天池 前面這棟就是我們的達官亭 天池就是農場的自高點 在海拔26142614公尺 可以看到其實這裡不大 天池我們的天池不大 但是非常的清幽 今天是禮拜六所以客人多了一點 不過都是戶外空間 戶外要保持一公尺的防疫距離 那我們的池中之水中年不節 不過早期是泉水目前是人工加水的 因為它其實 因為其實在山頂最高一個地方 通常水往下流 通常不會有水池 那其實下面是整個大的岩盤 才有辦法蓄水 那早期有一個泉脈 剛好跟這個在岩盤這樣子滲出來 所以整個池中之水是湧泉的 那最靠近天空的水池 山頂就是最靠近天空的水池 所以就稱為天池 天池 台灣五個天池 胡壽山農場的是中間的這個 好,我們去打官庭看看 好,我們去打官庭看看 也許有人會覺得天池 小小的,沒什麼好看啊 不過其實 靜靜的坐到旁邊 其實可以享受 像這樣,蟲鳴,蛙鳴 鳥叫 其實還蠻舒適的 重點是現在的氣溫 這邊現在大概18-19度而已吧 來 打官庭 以前的蔣公信官 現在是我們的天池咖啡廳 所以 對,沒錯 這裡有咖啡 那早期這邊的樹都比房子矮 所以 在打官庭的二樓可以360度的視野 打官庭的介紹 打官庭有開放時間喔 從9點到11點 下午1點到4點 裡面是需要脫鞋子的 好 目前有柴彈 哈囉 等一下 我在播 錄一下影片 這柴彈超香的喔 然後五月感恩月 有蘋果乾 水梨乾的優惠 那後面有廁所繞過去 那 這邊有它的天池架木表 有熱的嗎 有冷的嗎 沒有 這邊只有全部都熱銀 那戶外也可以做 戶外有戶外的雅座 在這個蔥樹林下面喝咖啡 很不錯喔 很舒服的環境啊 當然 難得來到 除了扇動場 一定要來 天池走一走啦 那在天池旁邊 這有天池的牌子 是拍照打卡必備 今天 那這邊是路口 走進來旁邊 其實有一個天池的景觀步道 這是我們的木棧道 走在這裡很舒服 因為旁邊 旁邊就是 右邊那邊是河灣山 河灣山的部分 前面 在下面 我走近一點 看能不能看到 有了 看到前面有一塊 紅色屋頂 那邊就是我們的露營區 我們福壽山東廠 露營區 海拔2574 那邊 和574 這邊2614 那過來 這個 這個上面有草原的 這個就是河灣山的北風 所以 北風離我們很近 但是更近的是河灣山的西風 這個是河灣山的西風 離我們更近 所以河灣山如果下雪的話 我們這邊大概會 受到它的雪飄過來的影響 我們這邊大概也都會飄一些雪 應該是台灣最容易下雪的農場啊 很舒服 我忘記去看溫度計了 不過現在大概就十八十九度左右 我們的 我們的 兔捲花在開 來景觀看台這邊 這邊有一些兔捲花在開 花開就有蝴蝶 有沒有看到蝴蝶 這裡有蝴蝶 另外一隻跑掉了 然後旁邊就是露營區 很近露營區可以走上來 如果住 有在露營區露營的話 可以用走的上來天池 很不錯 過來這裡 這裡就看 看雪山 這個就是雪山 台灣第二高峰 3886公尺 這也是一個景觀看台 這邊可以走下去就是往天池的入口 那其實因為天池海拔二六一四嘛 其實海拔有一點高了 那走這一個小小的緩坡 這有一點小小緩坡 走進來其實也會喘 那旁邊主要就是松樹和山樹 那這些樹 大概都60歲左右 就是建廠的時候種的 因為早期這邊光凸凸的 這裡曾經有火燒山過 所以這邊是光凸凸的 這些樹都是後來長的 這個 這個本來是天池蔣公新館的 憲兵房 就是它的貼身憲兵的 一個 一般 一個般在這邊駐紮的 那現在呢 現在之後會變成我們的天池山莊 敬請期待 哇很舒服 這裡的冷氣開邊 不用錢的喔 好啊 有一個內燒和一個外燒 這個是外燒 裡面那個是內燒 那現在這兩個燒都是 手機基地台啊 我們都租給電信業者做基地台 旁邊有廁所 停車場旁邊有廁所 走進來很方便 先上個廁所再進去逛天池 不錯 這就是天池的停車場 好我們 天池停車場旁邊有一個看台 不過前面的樹也長大了 這個看台 將近十來一年的樹也長大了 原本是一望無際 現在大概可以看到到山頭啊 不過前面的樹都長起來了 前面的是紅塊 前面都是紅塊 那以前這有一個步道 不過現在步道是封閉的 森林魚步道是封閉的 禁止進入喔 那這邊可以看大雪山 大建山 這個是早期的看板 那不是山脈 那是大雪山、大建山 大雪、中雪、小雪、建山 這邊看得到 幾個被樹擋住而已 好吧 前期真的很好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啦